大家好 我是刀刀锋 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万青的这张新专辑 而且是最后一期了 首先在我聊对他的主观评价之前 咱们先进行一些时宜 是我之前想讲没有来得及讲的 就是我在他音乐里面 听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感觉他前后可能有呼应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作品 他的灵感来源于他有一次坐火车雏行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音乐里面有几处 都是有这个火车的影子在里面的 比如说在彩石这首曲子里 在他最后的这个制作的音效 就非常像火车进入这个山洞的时候 首先他手机没有信号了 所以就有那种撒撒的那种声音 而且进了山洞以后 又听到了一些类似于火车 在山洞当中奔跑的一些噪音 以及可能是远方传来的那些爆炸的声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用到的噪音是有所指的 另外在河北墨七林这首歌里边 5分33秒左右的地方 他的这个长音在我听出来 就非常像火车汽笛的这种声音 所以作为一个线索 这个火车在音乐里面也是贯穿了前后的 那么在河北墨七林里面呢 其实墨七林是风神演义里面 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闻众闻害式的作迹 它有点类似于马 但是它不光是马了 所以在这一米它是一个动物 所以在这个河北墨七林这首歌里面的 7分11秒左右 弦乐演奏出来的这个声音在我听来 就非常的像马轿 或者就是这一类的这种动物吧 的这种叫声 所以可能也是呼应一下 墨七林本身呢 它的主人其实就是雷神 所以在这个乐曲里面贯穿始终 又有乌云又有雷声 我觉得呢 可能也跟这个是有一个呼应的关系的 那么还是墨七林这首歌 7分56 它在背景里面有一个男声 唱的一个比较呼喊的这样一个声音 听起来呢 有一点像蒙古长调的这种唱法 当然了它不一定准确的就是蒙古长调 但是呢 它表现了人们心中的这种呐喊 这种相似的情节 相似的情怀 它是有的 那么对于这个作品 第二个猜测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啊 这个作曲里面用到了 比如说法谷啊 用到了庆啊 用到了木云啊 这些都是法器 那么这个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曲子呢 是焦棉寺 虽然焦棉寺是他们的录音棚的名字 但是呢 毕竟它是个tempo啊 它是个寺 所以前面这个法器 是不是对最后的这个寺啊 有一个呼应 它这个焦棉寺 有没有一点抑郁双关开玩笑的意图呢 我只是一个猜测 但是确实从巧合的程度上来说呢 前面它确实用到了法器 那么第三个猜测呢 就是它的新专辑 其实和它第一张专辑 也是有呼应的 比如说它在彩石里面 就有一个节奏 用到了 大家听着有没有耳熟呢 如果你要是听过前面这个专辑里的十万嬉皮 它中间也有一个监奏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听出来吗 它的节奏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刻意的call back 这个可能只有作曲的人 它能够给咱解释的 但是从听觉上感受来说呢 我认为这是它留给我们的一条线索 就是和它第一张专辑有所呼应 那么猜测4呢 就是也有网友在网上讨论 说的时候是说 它的歌词 其实和第一张专辑也有call back 第一张专辑里还是十万嬉皮 说了 前已无通路 后不见归途 那么最后在这个交绵4 在第二张专辑里的最后结尾的地方 人把这事给你解决了 就是西交友密林 驻军初重围 你这个没有通路到这 你就可以找到了出口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和第一专辑是一个call back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 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职者思考的地方 好 那么在最后呢 我再说一下我对这张专辑的主观上的评价 还是说到我们音乐人 他的最终极的追求 之前已经提到的要新的元素 还提到的要有更大的作品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追求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 我们为什么要写音乐 音乐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音乐嘛 它就是一种娱乐的形式 作为娱乐这个东西 它是很容易被淘汰的 以前可能有音乐有歌曲 我们后来就有了电影 大家肯定会觉得 电影比音乐来说来的更直白 它的这个容量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就对音乐作为娱乐的这个功能 就会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再到后来 有了电子游戏以后 它本身对电影也是一个冲击 所以可见呢 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娱乐的话 它是很有可能被未来新的娱乐的形式所取代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那么什么样的意义能够使音乐 或者使绝大多数的艺术持续延续下去 我认为就是它的价值 就是它到底传承了什么 就是它到底讲了什么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 它的这个含义 它所包含的艺术上的 以及它对人类社会上的一种价值 才是它能够持续传承下来的一个 最根本的核心的价值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说一下了 它整个这一部专辑 这样一个作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 它其实是正经的一个民谣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对民谣啊 有一定的误解 民谣它的英文呢 叫folk music 其实民谣是从哪来的 民谣是在民间传颂的 描述具体的历史事件 或者历史人物的 大家方便口传新兽 能够传下来的一些古老的传说 这个是真正历史意义上的民谣 哪怕发展到现在民谣和摇滚和流行音乐有所结合 那么世界上更多的民谣 或者说它流传的最广的民谣 它依然是具有一部分口述历史 记录你当代的事件和当代人们生活状态 这样的一个意义 才是真正民谣的核心 而它不仅仅是骚扰 不仅仅是校园民谣 或者不仅仅是歌颂爱情 包括台湾最重要的民谣教父 这样一个历史地位的罗大佑 你说它最出名的作品 比如说光阴的故事 比如说鹿岗小镇 你说它写的是什么呢 它写的简简单单是对时间的一种回看吗 并不是 其实它描述的更多的是 当时台湾的一些历史 记录是当时的一些事件 所以从歌词上讲 为什么万青的两张专辑 都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就是因为它用音乐用歌词 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 记录了一些人们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们才能跟它有呼应 所以我们联想到自己 才能跟它有共鸣 所以我认为 在我之前讲一个什么乐队 是好乐队的时候 我就说过 和其他所有的什么技术 和你各个方面整齐度 什么的比起来 人设是最重要的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我 我说的这个人设 不仅仅单单说 我就是来搞笑的 或者什么 我就是来严肃做音乐的 不是这样的 我所谓的人设 从更广义的来说 其实是说 音乐人对音乐的态度是什么 那么你在做音乐的时候 能不能持之以恒 秉持着你这个态度 并且你的人生的价值观 和你的音乐态度 是不是也是一种统一 只有你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通过音乐 来传达你的内心世界 才能够感染到 你的所有的听者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方面来讲 万青 他给我们带来的 音乐里面的价值 是远远超越于 他所有的这些音乐技巧 音乐风格 新的音乐体验 包括他任何形式上的内容 所以作为一个乐队 他唱什么 一定是最重要的 当然在有了你 这个最核心思想的时候 你的技术越成熟 你的演奏的水平越高 就越能接近完美的 把你的意图传达给观众 所以这些东西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咱稍微的说一下歌词 其实他歌词也很统一 他从头到尾 一共五首歌 除了最后一首《焦面四》 是《带你出重围》的 其他的这四首歌 最常用到的主题 就是乌云 迷雾 雷声 唯一的山雀里面 他用到了暴雨和火光 所以可以看他整体的设计 是有一个主题的 所以在我理解 就是这首歌给我传达的 就是我们眼前有乌云 但是我们心中有雷声 所以听完这首歌 我对他的理解感悟和共鸣在于 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但是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人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些什么呢 那么我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是越来越丰富的 但是和古人比起来 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 到底和之前有多么的不一样呢 它又应该有怎样的不一样呢 当然了 您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如他所说是现代社会和原始村落的一种文化的冲突 您更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对环境保护的一种呼唤 一千人心中有第一千个不同的哈利波特 不知道您心中的哈利波特长啥样 那么最后呢 我再来谈一谈 如果我听到万青下一张专辑 希望不是十年 会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希望 第一点呢 就是作为乐手本身 我们所有人的技术都可以在不断的提高 包括我自己 不针对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上传的所有我的演奏的视频 其实我在每次上传的时候 我都清楚的知道 我在技法上还有哪些地方能够更好的提高 我还能把它打磨的更精致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演奏者音乐人 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从细节的处理上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听他的时候 他有建强的时候 就容易速度偏快一些 建弱的时候呢 就容易速度偏慢一些 当然了 这也是所有音乐演奏者 一个非常容易有的一个通病 而且你也很难说 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么设计的 他是为了让在强的地方更高亢一些 所以速度更快 然后在这个更慢的地方呢 他情绪更低落一些 所以速度更慢 这个很难从主观上去判断 我也不从主观上去判断 只从听感上来说 有这样一个听感 但是呢 如果他主观那么设计 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第一张万青的专辑 他基本上就是他自己乐团的这几个人 那么再到这张专辑里呢 他就合作了更多的艺术家 而且这些艺术家呢 也把他们自己的这些 艺术上的背景和理念 和一些不同的风格 很好的带入了万青的这张新的专辑里 所以如果万青的下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也非常期待 万青能够更多的拓展 和更多的中国最顶尖的这些艺术家 进行合作 我也很期待 看他们能够有更多样的一种突破 所以总体来说呢 无论是从作曲编曲 还是从作词上来说啊 这张CD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 一遍一遍去细听 去琢磨的这样一个专辑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节目录制出来 因为我也是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每一首详细的去听 每一首详细的去分析 但是呢 我依然觉得我只听了一周 在这个专辑里面有更多的细节 我是不可能在这个短时间之内 把它全都挖掘出来 展现给大家的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大家能够在我的视频下 能够积极的善意的 我们讨论 我们一起来交流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专辑里面 能听出更多宝贵的东西来 好 那么我三期对万青新专辑的解说 就到这里 今天的刀刀锋聊音乐呢 也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